HELLO YOUTUBE 大家好久不見 對呀我也不知道在忙什麼 就好一陣子沒有做影片了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拯救你那斷裂的唇膏 沒錯 不知道呢是因為ELF的唇膏 他的品質不太好 還是因為他運送的關係 還是因為他的就是成分的關係 總之呢我這幾支霧面的唇膏呢 都斷了 所以呢然後已經修好一支 所以呢想說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拯救你的唇膏 那你需要的東西呢非常的簡單 就是他了蠟燭 加上打火機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進行下一個步驟吧 首先呢就先把你的蠟燭點燃 好的大家現在可以看到呢我已經把我的蠟燭點燃了 接著呢你就把你的那個斷掉的唇膏呢先打開 把它轉到底之後呢 就是找出就是你的那個斷裂處的地方 就可以了 先把它轉開 轉開之後呢把它拿起來 然後呢就用這個斷掉的部分呢 就是小心呢慢慢的到這個蠟燭上面的這個 火源處上面去燒 那我為什麼不用就是那個打火機 是因為打火機的火呢容易太強 那像這種蠟你需要一次 就是慢慢的把它燒熔就可以了 不可以用太強烈的火 然後燒軟了之後呢 你就是慢慢的再把它壓回去 到管子裡面 然後呢慢慢的這樣子 把它就是按壓的大概5秒到10秒之間 等到它呢比較固定了之後呢再把它轉回去 原則上呢這樣子就已經大功告成囉 然後像有的人呢 他會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再拿到冰箱裡面去冰 讓它就是更固定一點 不過我自己是沒有這麼做 是因為呢我覺得台灣的溫差太大了 如果你呢就是很快的把它拿到就是冰箱裡面去做急速冷凍 之後又把它拿出來 然後放在室溫呢 我覺得感覺上好像會有反效果 所以呢原則上我就是這樣用力的把它再按壓 按壓幾次之後 幾秒之後呢 它已經固定住了 不會掉了之後呢 我就會把它旋轉起來 然後慢慢的把它收好 這樣子就好囉 修好的唇膏呢我就會把它蓋上蓋子 然後原則上呢我大概就是會這樣子先讓它放著 這樣直立的狀態 大概放個一天吧 就是先不要用它 讓它的那個蠟呢 感覺上可以就是更固定一點 然後呢等到一天之後呢 再開始用它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的簡單教學 希望對大家也有幫助囉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問的話呢 老樣子就是留言給我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大家幫我按個讚 然後跟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先這樣子囉 掰